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案例 让新移民作为前车之介 同时也提供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威克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下面我们来看案例 美国警察并非人民保姆 一个45岁的装修公研先生 在好莱坞为一家中餐馆做装修 有一天他到了餐厅 为了把装修的材料设备等卸下来 就把车子停在标着装载的区域 往餐厅里搬东西 可是当时的交通特别拥挤 马路旁边就有一个专门开罚单的警察 在检查每辆平泊的汽车 正当严先生从餐厅走出来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警察正在给他写罚单 严先生急忙过去跟他解释说 他正在卸载装修材料和设备 不是要将车停在这里 但是这位交通警察并不理会他的解释 却说他已经观察了一分多钟 看到严先生把东西放到屋里 却没有马上返回将车开走 坚持要给他开交通罚单 严先生非常生气 觉得这个警察不讲道理 他只是将东西放进餐厅中 跟其他几位同事讲两句话 就马上出来了 也不是停在这里不走 只是暂停在这里 严先生就想上前继续跟这个警察解释 可是他的英文又不是很流利 这时候警察还是不理会他 当严先生再次又要上前 去跟他理论的时候 这位交通警察就命令他不要过来 不要跟他争论 可是严先生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只是想跟这个警察解释 他真的是在泄东西 他想到让餐厅的老板跟警察解释一下 于是一把拉住警察 把他往餐厅里拉 没想到这位交通警察马上翻脸 反手将他抓住 以袭警罪来指控他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红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在美国的刑法中 警察是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 虽然有是他们开的罚单 不一定合理 但是当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民众千万不要以为 他们是自己的保姆而与他论理 特别不要跟他动手 或与他们有任何肢体方面的冲突 如果警察命令不准上前 民众却不听命令的话 便会被指控妨碍司法罪 如果有肢体上的接触的话 就会被指控袭警罪 因为在法规中 明文规定 在没有对方的同意下 触碰到警察 或使用武力威胁到警察 都属于袭警罪 比如与警察拉扯等 有时新移民觉得拉一把 或推一下都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这样的行为 都会被指控袭警罪 美国警察在执法时 公权力很大 并非像亚洲地区一样 被当成保姆而随意挑战 如果在现场不听从警察指挥 或与警察有碰撞 就会构成妨碍司法或袭警罪 而面临六个月至一年的劳刑 民众在交通罚单上签字 并非表示自己认罪 而只不过同意自己 愿意到法庭上 与警察当庭对着而已 如果民众觉得警察的行为不公平 或者警察开罚单的理由不合理 民众可以在法官面前论道理 但出手触碰了警察 有理就可能变无理 当然也会出现很多警察 但有种族色彩 故意挑衅 刺激对方动手 这样子就可以用武力来制服对方 很多时候警察也会有暴力倾向 在强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 他们都想办法找理由 将压力发泄在遇到的人身上 如果倒霉的话 民众就会遇到警察滥用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找第三证人 一旦保留好独立的证人 便可以到警察局要求进行内部调查 同时可以聘请自己的律师 如果被警察打伤了 还可以要求提出民事的起诉 跟警察局要求损失赔偿 但是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调查之前 最好先把刑事案件解决好 如果案件中涉及的警察知道 当事人会向警察局告他 他会先下手为强 先置人于死地 因为如果当事人的刑事罪名成立的话 他就可以用正当自卫的理由 说是因为当事人先袭击他 他才正当防卫来保护自己 在策略方面 如果遇到暴力的警察 先全力将刑事案件处理掉 不动声色地向警察局反应 因为民事和行政部分的调查 通常需要半年的时间 不要一气之下 将目的说得很明白 让警察知道要告他的话 他有可能会编造一些不实的证据 想方设法来定当事人的罪 求自保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好汉不吃眼前亏 如果和警察打交道 受到不公平待遇时 要学会如何利用 美国的司法机制来保护自己 要明知地选择在法院 而不是在案发现场 替自己据理力争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假释期间又触法 数罪并罚处重刑 杨小姐出生在美国 父亲是一名艺术品商人 母亲是歌剧演员 受到家庭艺术氛围的影响 杨小姐自幼就对音乐十分着迷 本科时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加州一所著名的艺术院校 攻读作曲专业 音乐创作不但需要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 还需要时常寻找创作灵感 杨小姐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夜店蹦迪 寻找刺激以激发创作灵感 渐渐地 她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人士 以吸大麻到食用摇头丸 最终染上了毒瘾 一次驾车从夜店回家的路上 毒品的作用是杨小姐撞上了 停泊在路旁的一辆空车 酿成了一起交通事故 在送往医院后 警察从她的血液检测结果中 发现了毒品的成分 随后交由检方以醉酒驾车罪 和吸毒罪两项罪名 对杨小姐提起了指控 一个月后 在律师的努力下 法官鉴于杨小姐是出犯 而且还是学生 给予其一次改正的机会 但判罚其赔偿受害方的损失 但需遵守三年的首行为期 即在三年内不可以触犯任何法律 原本可能被判一年劳刑的杨小姐 这才得以重返校园 继续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 同时父母和律师也苦口婆心地 叮嘱杨小姐 此后绝不可以再触碰毒品 然而吸毒容易戒毒难 恢复了自由的杨小姐 对毒品依然有一种 难以消除的精神依赖 无法毒品的诱惑 很快便回到了从前 为了筹到购买毒品的钱 杨小姐开始动了歪脑筋 她每天来到附近的社区 挨家挨户扫荡他人的邮箱 将有可能含有支票的信件 全部带回家中 用吸加水将支票上的 成对人信息进行涂改后 再将支票通过银行的ATM机 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进行套现 经过如此炮制 积少成多 杨小姐轻而易举得到了大笔现金 她对自己的生财之道 很是自鸣得意 这些信件被盗的居民向警方报案 都发现这些支票 被存入杨小姐的账户 三个月后 警察根据邻居的报案 和银行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杨小姐的家 果不其然 警察在杨小姐的家中 发现了大量被涂改后 还未来得及成对的支票 以及用于套现的银行卡 因涉嫌伪造文书罪 偷盗罪 以及盗用身份罪 杨小姐被依法逮捕 由于杨小姐依然处于 之前吸毒一案的手刑为期 因此这些违法行为 又构成了违反手刑为期 法官十分气愤 认为杨小姐不仅没有从之前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还不珍惜前案中所得到的 改过自新的机会 因此判令述罪并罚 处于两年劳刑 下面我们来听听 邓宏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在美国 若法官认为被告 却有悔改表现 且不收监 亦不至于危害社会 则往往会给予被告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 设定一定实现的手刑为期 靠插息表现 以达到感化教育的目的 手刑为期的性质属于 暂缓执行刑法 是对原判刑法 负条件不予执行的一种 刑法制度 手刑为期不等于 免除刑事处罚 若在此期间 被告没有再犯新罪 则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 若在此期间 被告又犯同罪或新罪 则是违反手刑为期 法官会将前罪与新罪 一起合并审判 恕罪并罚 手刑为期一般分为两种 正式手刑为期 和非正式手刑为期 两者都要求被告在手刑为期 不都有任何违法行为 而两者的区别在于 正式手刑为期的被告 有指定的假释官监督 他们必须定期报道 而被判非正式手刑为期的被告 则无需辞举 在手刑为期内 假释官均有权 对于处在这两种 手刑为期内的被告 随时搜索 而不需要法官的搜索令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在华人社区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违反假释条件的案例 一旦法官判决后 犯错者就必须按照法院的指示 来完成一些任务 如做社区服务 向法院交罚金等 有些华裔人士 往往因为不明白法官的指示 或处理的律师 没有向客户解释清楚 或当事人不将法官的判决 当成一回事 而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 完成所有的任务 假释官经常会通知法院 法院因此会签发出 违反假释条件的逮捕令 一旦被警察逮捕 被告就会被指控 违反假释条件 法官据此 以按照法律来重判被告 有时一些人士 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假释 违规行为 而被法官重判劳刑 因为在法官心目中 他已经给了被告机会 是被告自己 没有好好珍惜而已 不能怪谁 只怪被告自己 不珍惜这个机会罢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如何与警察打交道 大部分民众在日常生活 及工作中 都很少于当地的执法人员 警察以及现警察打交道 因为接触不多 了解不深 从而对警察及其作业程序 被警察盘问 以及如何与警察打交道等方面 欠缺正确的认识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 与警察接触 往往因为自己 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 自己不幸成为犯罪案件的受害者 或者涉及到交通意外事件 此外 可能自己有意或无意 触犯了刑法或交通法规 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 这些事件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是对于警察而言 他们的工作 就是每天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 我们必须知道 警察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他们经常处理这些事件 而拥有丰富的经验 执法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作 因而他们在保护民众安全的同时 还必须保护自己的安全 民众最常与警察打交道 是因为交通违规被警察拦下来 当驾车人士在观后镜中 看到警车闪红灯时 他们必须向右手路边靠 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驾车人士应将左手边的玻璃窗拉下 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坐在车内等候警察上前查问 驾车人士必须遵照警察的指挥 及回答例行的问题 如果警察给你开罚单 最好是在罚单上签字同意出庭 如想争辩 应在法庭的法官面前来争辩罚单是否妥当 在许多情况下 警察会向查询的民众下达命令或指示 警察的命令或要求民众回答 都是会有理由的 警察经常这样做 主要是想尽快地确保 所有涉及人安全的情况下解决纠 例如双方为一宗纠纷争吵 警察会让这两个人隔离开来 以便单独向每一方了解情况 避免他们继续争吵 以能解决双方的冲突 如果你不理解为何警察会采取这些行动 你应该有礼貌地问询他们 警察会在适当的时候回答所有合理的问题 如果你对警察的回答不满意 你可以要求见他们的主管 许多主管无法亲自到案件现场 此时你可以到警察局去 求见值班的主管 如果要求见主管 最好在事发当天找负责处理你案件警察的主管 该主管可以澄清当天现场中出现的一些误会 许多时候如果民众了解警察为何要如此处理时 误会就可以被消除 加州的所有执法部门都必须依法制定出 调查民众投诉警察的申诉程序 警察局对民众的投诉会做出完整的调查 并且会对违规的警察采取相应的惩罚 民众投诉最多的案件是涉及警察办案粗暴 使用武力不当以及歧视行为 民众必须明白警察知情过程的大部分 都是录音或录像下来的 这些录音或录像数据将有助于主管或调查投诉的调查员 了解当初处理现场所发生的事情 并依照这些资料做出相应的决定 有许多民众的投诉是没有实时根据的 例如一些民众觉得自己驾车被警察拦下来时 警察并没有给他警告 就直接开出罚单 这样做是粗鲁的行为 其实警察的工作之一就是开罚单 或者一些民众觉得警察因为族裔肤色不同而受到歧视 当仔细检查时 他们并无法提供具体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感觉 只能说因为他们与处理案件的警察种族肤色不同 自己觉得受歧视而已 执法人员在执行他们职责时 必须公平合理不偏不倚 警察局的管理人员及主管 随时监督着警察的表现 如果民众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公平或公正的对待 民众应向该名警察的主管提出 这样他们可以解释可能存在的误解 或者提出解决的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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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